这次过来的目的 主要就是偷取掌教印 当然了 如果能够啊 顺带把妖皇击杀那是最好了 现在知道妖皇的灵魂呢 和自己一样达到了999梯度 实力更是秘境第九重 深不可测 击杀已然不可能 但完全可以啊 趁机把第一件事情给完成了 九印何意 想到这一点 这强大的灵魂 蔓延开来 笼罩了一圈 他轻轻这么一晃 就把九幽阁主给放了出来 这是伪装之气 你封印在体内 每隔一个小时运转一道 伪装成我现在的不样 手掌一点 就将数十道伪装之气呀 打入了九幽阁主的体内 灵魂发出了颤音 他轻轻的吩咐了一声 此时的九幽阁主啊 已经彻底被他给蛊惑了 完全是按照他的吩咐行事的 听到这个话没有丝毫犹豫 点头坐在原地 伪装之气这么一转 已经变成了聂云现在 清免妖人的模样 走 见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身体一晃 这地形师天赋运转了 聂云的身躯啊 就缓缓钻入地下 天眼运转 向一个方向前行 聂云之前仔细研究过 九幽阁主准备的地图 将整个圣皇宫的地理位置 给看在眼里了 也记在心里了 已经有了大体的方向 不得不说呀 这九幽阁主准备的地图 的确是非常的精细 虽然在一些细节上 和整个圣皇宫有些差距 但是总体布局和大阵的位置 倒是没有丝毫偏差 不对呀 按照九幽阁主给的地图 这个地方应该是隐藏着 天妖圣皇的藏宝阁 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走了一会儿 绕过不知多少密密麻麻的大阵呢 这聂云突然停了下来 按照九幽阁主给绘制的地图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 天妖圣皇的藏宝阁 可是现在达到第三形态的天眼 看穿了空间时间 却没发现丝毫蛛蛛丝马迹 这让他不由有些怀疑了 毕竟呢 九幽阁主的地图啊 也只是通过收买打探得到的 并非真正的构造图纸 而藏宝阁的方位 知道的人呢不会太多 每一个都是圣皇真正的心腹 不知道确卸位置 这也很正常 千焕 我现在已经在天妖圣皇的圣皇宫了 无法找到藏宝阁的具体位置 你有什么办法没有 又在地下走了一会儿 聂云呢 这地图上的藏宝阁的位置 的确不对劲 他不由暗自给千焕传音 千焕呢和老酒鬼在紫华洞府里呢 给他们传音也非常简单 已经到了圣皇宫了 等一下 给我一道天眼之气 千焕眼睛一亮 聂云精神这么一动啊 一道天眼之气就进入了紫华洞府 也就进入了他的体内了 我找一下 嗯 找到了 向左走 一百二十步 再向前走 七十步 这过了一会儿千焕呢 像是发现了什么 他传音过来了 找到了 你是怎么找到的 聂云有些不解呀 刚才运转天眼天赋 转了半天 他都没找到 怎么千焕 就得到一道天眼之气 而且还隔着紫华洞府 他就找到了 如此简单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神头天赋有关 我天眼配合神头天赋 只要是有宝藏的地方 就无法逃脱 千焕笑着回答 神头配合天眼 聂云明白过来了 之前一直研究融合丹田 真正运用起来 反倒不如千焕了 这神头天赋啊 能通过宝光 看到宝藏所在 天眼呢 则是能看穿 所有的禁止 封印 隐形之物 两者 是能够完美配合的 应该会有 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好 我也试试 神头天赋和天眼天赋 同时运转 他精神高度集中啊 像千焕说的方向 这么一看 不过这个方向 落在他的眼中 是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肯定能看到东西 融合 对 对 一定是 要融合 天眼神头 融合 心中想起当初啊 武道天赋和天眼天赋 融合时的感觉和场景 一种特殊的意境 在脑海之中 是悠然而生 只听呼呼呼 伴随着这个意境的运转 聂云眼前呢 这空空如也的世界 开始发生变化了 先是一点曝光 引火一般飘舞 随即越来越大 这无数光芒汇聚起来 逐渐的就成型了 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门户 这个门户 隐藏在一个 时空的交接点上 那是非常神秘啊 如果不知道地点 就算是用精神扫描 你也无法发现 嘿 成功了 念云心中这么一阵 从特殊意境之中呢 恢复过来 急忙向体内看去 只见呢 此时的神头之气和天眼之气 缓缓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 神头天眼之气 在体内啊 缓缓地流淌 而神头丹田呢 也不知何时靠了过来 围绕着天眼丹田 是不停地旋转 之前呢 这天眼丹田呢 和武道丹田 相互旋转 宛如双星啊 此时 这神头丹田 也并不干扰 好像啊 这天眼丹田 是卫星一般 交融在一起 生出特殊的 神头天眼之气 就看这样子 并不能形成 武道天眼神头之气呀 看了一会儿 发现这神头丹田呢 只是和 这天眼丹田融合了 并非和 武道丹田融合 聂云之道 无法形成 三个丹田 相互融合之事 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 有了这种开始 武道丹田 再和神头融合 应该会简单不少 只要认真琢磨 肯定能找到三种丹田 相互融合的窍门 并将其融合在一起 走 这神头天眼融合了 聂云对宝藏 看得更加清晰了 不再继续研究了 他沿着眼中的藏宝库的方向 是加速前进 几个呼吸的功夫 就绕过数百道阵法封印 来到了巨大的门户之前 这门户一丈多高 表面刻画着特殊的密文 仿佛来自幽冥一般 居然是幽冥一族的文字 又天眼啊 他听了一会儿 聂云知道了 这是一种特殊的符文 能够将这宝藏隐藏起来 不被灵魂给发现了 也就不再研究了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进入其中 不被发现 对了 九幽阁主 拥有进入其中的方法 这个应该没什么错误 心中一动 他想起九幽阁主 留下的地图了 取在掌心 向前轻轻这么一扔 手指啊 连续 结出了数百个指印 九幽阁主啊 那是九幽幽族的人 对幽冥黄族 有着极深的了解 对着藏宝库的具体位置 可能不知道 但是对黄族藏宝的方法 却是研究的非常透彻 用他的方法 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 通过门户进入其中 呼的一下 果然呢 这手印结完了 门户上密密麻麻的 这幽冥族的文字 仿佛受到了某种特殊的感应 汇聚在一起 眼前呢 一道光芒闪烁 这门户轰然大开 搜 聂云就钻了进去 这 这 千环 夏晴前辈 快出来 一进入这藏宝库 聂云呢 就被这漫天的宝藏 给吓了一跳 一声低呼啊 他就把千环和老酒鬼 全部给召唤了出来 那藏宝库 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这圣皇宫内啊 没有圣皇的福禄 就会被人发现的 硬身要求 在这里并不管用 哎呀 好多宝贝啊 不愧是天妖圣皇 这个藏宝库 比华云宗 强大实在推多了 这老酒鬼一出现 看到漫天的宝贝 也吓了一大跳 眼睛都瞪圆了 首先进入他眼睛的是 数万件 绝品灵兵 这一件件 悬浮空中 似乎啊 都有了自己的灵智 四处飞舞 发出呜呜的 破空的风鸣 宗主啊 将这些绝品灵兵 收了 我们人族要用上 总体实力 是绝对大分啊 老酒鬼笑了 好 既然来到天妖圣皇的藏宝库 万件绝品灵兵给抓进了自己的纳乎丹天 虽然我是神偷 这么多这个绝品灵兵啊 也给我偷半天的 你这一下就给收拾干净了 厉害 千怀赞叹了一句 看看前面 对于他的赞扬 聂云并不在意 向前飞去 这个藏宝库和花云宗的藏宝库 有点相似 好像一个巨大的世界 这宝贝啊 密不其中 宛如 漫天繁星 紫青金枝 梨园深果 九星花茎 义乌花 龟根草 这些植株 可都是时空乱流生长的 上次诸葛青云 要炼制圣品弹药 需要的药材 哈哈 这里呀 竟然全部都有 走了一会儿 这老酒鬼呀 突然惊讶的说道 只见三个人面前 一个巨大的药员 其中的药材几乎啊 全都是万年之久 甚至啊 还有十万年 百万年的 带着晶莹剔透的荧光 闪烁在藏宝库里 温润 核板 这么多药材 炼制成 这道品丹药 都没问题呀 看到漫天的药材 聂云都兴奋起来了 这丹药啊 它分为气海级和灵级 其中灵级丹药 分为下中上 绝品 圣品 地品 天品 道品 八个级别 这聂云前世的炼丹实力 已经超过地品了 达到天品的级别 想要冲击道品 只可惜呀 没有足够的药材 如果能够炼制出真正的道品丹药 第五次涅槃 百分之百 能够成功啊 没有任何纰漏 心中震惊呢 聂云呢 手可没转 这浑厚的 法力配合强大的灵魂力量 形成了无数个巨大的手掌 狠狠地向着漫天的灵药 就抓他过去 眨眼功夫 就将所有的灵药 给狩猎一空啊 前面 那是什么 刚讲这灵药 给收拾干净 聂云就听到 千欢的声音响起来了 抬头向前这么一看 眉毛再次 不由自主地这么一跳 之前前方啊 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出现在视野 这海水通体金黄 带着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这是 这全都是金髓灵液 过了一会儿啊 聂云呢 用发干的喉咙 缓缓说道 整个人都似乎啊 有些呆滞了 出现在眼前的 正是金髓灵液 当初九游阁主啊 给了自己一百斤 就觉得下了大本了 可是现在眼前 居然有整整一个海洋 有这么多的金髓灵液 完全可以啊 将灵溪电体诀 推到第六重大城 甚至啊都能讲父亲 也练到如此的境界 心中兴奋啊 这聂云悬浮空中啊 双手同时啊 变成数万公里大小 像眼前的 这海洋就抓了过去 瘦 手掌抓举的 聂云呢 想把整个海洋都给收走 突然灵魂一震 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 宗主 你怎么了 看到这种场景 老酒鬼吓了一跳 嘿嘿 贪多不消化 他被撑着了 有一次 我也遇到过 这千焕摇了摇头 一脸苦笑 啊 撑着了 老酒鬼一愣 是啊 聂云和我一样 拥有纳武丹田 不需要空间灵病 这纳武丹田呢 虽然神奇 但是容量 也是有一定限制的 平常啊 你装一些零散 小东西啊 那看不出来 现在 他想把如此庞大的海洋 给装走 这怎么可能 强行装取 超过纳武丹田容量的东西 就好像 像布袋子里 塞体积更大的山峰啊 不受伤 那才怪呢 千焕 这在旁边给解释了 他们都知道 聂云呢 拥有沐生师天赋 任何伤势啊 都能恢复 所以对他受伤啊 不太介意 话语之中啊 并没有任何紧张 相反呢 带着调侃之意 啊 原来如此 听到千焕的解释 聂云也是一脸尴尬 的确是 太堪心了 他的纳武丹田呢 伴随着实力的增加 这容量也一直就在增加 但依旧有个限度 仔细推算过来 直径不过是一百公里 如此大的丹田 想要收取直径数万公里的海洋 的确啊 有些不自量力 难怪会遭到反噬啊 没当成反噬 死掉 就已经不错了 算了 不能把整个海洋给收走 收取一部分 也是好的 明白怎么回事了 聂云虽然呢 有些不甘心 那也没办法 大手一抓呀 蛟龙取水一般 抽上来一个直径啊 几十公里的水球 收进着纳武丹田 直径那叫几十公里呀 这些金髓灵液 就算给整个化云宗弟子 全部使用 那也差不多够用了 呼的一下 这直径几十公里的灵液 一进入纳武丹田 这庞大的灵器呀 就将整个丹田给充满了 之前丹田之内呀 已经有了不少宝贝 你再加上这些灵液 依旧啊 像是放满了骨子的口袋 再放不下其他东西了 嗡 咔嚓 就在聂云呢 觉得再次达到 纳武丹田极限的时候 突然脑海之中啊 一个脆响 想起来呢 眼睛随即一亮 哟 纳武丹田晋级了 在耳边响起的正是 纳武丹田晋级的声音 这个时候能够晋级的丹田 只有一个 那就是纳武丹田 这纳武丹田虽然排名呢 不在前一千以内 却也是一个神奇的丹田 据说呀 拥有十个等级 目前为止 不少丹田呢 都晋级到第三级了 只有他 纹丝没动 精神像体内这么一扫 果然和想象中的一样 纳武丹田 丢丢旋转 表面上 已经呢 蜕变成第三形态的淡青色 看看容量 见丹田晋级形态了 聂云急忙观看容量 这丹田呢 晋级到第三形态 容量也应该随之增加吧 这直径一亿公里 这竟然一下增加了这么多 精神这么一扫 聂云嘴巴差点没喝了 纳武丹田 容积的确发生了变化 而且这变化之大 令人咋舌 竟然直径 直接从一百公里扩大了 一百万倍 变成了一亿公里 这么大的丹田 就算是漆海大陆 也能一下子给装进去啊 哈哈哈哈 这次给我瘦 这纳武丹田蜕变 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聂云呢 是放声大笑 巨大的首长 也不收缩 再次对着眼前的海洋 是猛的一撞 呼的一下 这老酒鬼和千矿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看到眼前辽阔无边的金色海洋 全部消失了 被聂云给收走了 这 千环愣了 纳武丹田刚好晋级的形态 容量变大了 所以啊 能把这个海洋 全部给带走了 聂云随口皆是 刚好晋级 这纳武丹田都能晋级 你真是变态 千环和老酒鬼 对望了一眼 全都吓了一跳 怎么 纳武丹田不能晋级啊 不是说有十个形态吗 看到二人的表情 聂云疑惑 纳武丹田 是除了主丹田以外 拥有数量最多的特殊天赋 整个福田大陆 拥有这种天赋的人 不下意外 但说到晋级形态的 一个都没有 别说现在的福田大陆 就算是 有历史记载以来 似乎啊 都没有人晋级成功过 千环苦笑的 解释了 没人晋级成功过 这不可能吧 聂云一愣 纳武丹田拥有者的数量 的确很多呀 如此庞大的数量 竟然没有人晋级过形态 这怎么可能 千环说的是真的 当年的武道师先祖 也有纳武丹田 他呀 曾在首闸上 留有记载 说纳武丹田 虽然在特殊天赋中啊 连前一千名都排不上 但却是天底下最为神奇的丹田之一 和死丹田一样 无法进击 当初啊 也曾经用了许多种方法 结果呀 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老酒鬼 在旁边也说了 武道师先祖都没让纳武丹田晋级 哦 看来这个丹田的确不好晋级 聂云扎舍 武道师先祖的雄才打掠 天资横溢 是聂云听说过最天才的人物 你这种人呢 连排行第十的武道师天赋 都能给修炼到第三形态 却无法让这纳武丹田晋级 逐渐困难 嗯 不对呀 我的纳武丹田里面仿佛可以 储存灵气空气 能让人进入其中 心中想到这些 眼睛再次落在纳武丹田的空间中 他突然一下 愣了 你说什么 你的纳武丹田可以让人进去 这不可能吧 老酒鬼谦唤再次一愣 纳武丹田和洞府 阵法空间不同 它是一个封闭死机的空间 这里面呢 没有空间法则 也没有时间法则 你放在里面的东西 是静止不动的 不能盛放有生命的物体 这是定理呀 怎么能够让人进去 别反抗 我把你们收进去 聂云轻哼一声 老酒鬼谦唤 只觉得眼前场景这么一换 就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 依旧没有空间法则和事件法则 但是已经具备了灵气 人可以轻松进来 呼的一下 二人呢 被转移出来 竟然是真的 看来纳武丹田的确非常神奇呀 亲眼看到了 这二人这才相信了 各自从对方脸上 看出了浓浓的惊讶 伴随着纳武丹田进击 原本不能盛放活人的地方 居然能够盛放活人了 这不得不说 是个奇迹呀 好了 现在不是研究这些的时候 快点继续向前吧 将二人有些呆滞 似乎一直在考虑 纳武丹田进击的事 聂云消了 当先呢 就向前飞去 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想多了也没用 还是快点找找 看能不能讲着长较印 给找出来 三个人的速度啊 非常之快 很快就飞过了 金髓陵液海洋范围 这些都是担忧 有了这些东西 第五次涅槃就不怕了 再次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丹药 好像一个丹药的海洋 是密密麻麻 一眼看不到头 这些丹药啊 虽然基本上都是绝品级别 但数量实在是推多了 如果能讲这些东西 全部吞噬炼化 度过第五次涅槃 是轻而易举 这是绝品灵石 哎呀 好多呀 将这丹药给收光了 继续前行吧 众人又看到了 完全有灵石堆积的大扇 这一座座 层叠连绵 不知延伸多远 如果全部 给它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话 至少有数亿之多 数亿绝品灵石 单单想一下 聂云就觉得头皮都发麻 人族和妖族啊 数亿年 在福田大陆的争夺赛中 妖族始终占据优势 人类覆灭过多次 许多传承都丢失了 而妖族啊 一直传承下来 天妖圣皇 一统妖人族 这么多年 拥有的宝贝之多 恐怕把整个福田大陆 全部加起来 那都比不上 看到这么多的灵石和宝贝 老酒鬼 不由感慨啊 这个天妖圣皇 实在是忒富有了 别说话云宗 他比不上啊 就算整个福田大陆 大大小小 所有宗门 全部宝贝加在一起 恐怕也赶不上 这个藏宝库里的东西 是啊 有了这些宝藏的供给 人类肯定会蓬勃发展 越来越厉害 聂云把这些绝品名石啊 全部给收走了 也点了点头 三个人继续向前 一路上又收取了不少宝贝 现在的聂云呢 比当初在华云宗实力强大推多了 精神这么一扫 天手识天妇一抓 无数财宝就纷纷落入了 晋级到第三形态的纳布丹田 也多亏了 他丹田晋级呀 才能装得下这么多宝贝 否则换做其他人 也只能是啊 通忘宝山而形态 整个藏宝库 快被咱们给搜刮干净了 怎么还没找到 最后一枚掌脚印呢 三个人一路搜刮呀 走了将近两天的时间 眼见就到了藏宝库的尽头了 始终呢 就没发现最后一枚掌脚印的踪迹 至于九幽阁主说的 九幽权杖也没找到 让人紧不住 有点奇怪 难道这两样东西都不在这里 嗯 快看 前面有个园台上有什么东西 突然牵换 像是看到了什么 向前这么一指 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 聂云二人在藏宝库的尽头 看到了一个不大的园台 这台子上 一个人影 盘膝坐在上面 容貌 依稀可变 这 就不可能吧 是云轩 这聂云和千焕 同时看清了人影的模样 全部 一阵 出现在 眼前的人影 身形曼妙 修长的腰肢被紧身的衣服 楼罩在内 水蛇般妩媚 绝美的容颜 双眼紧逼 坐在园台上 是一动不动 睡着了一半 云轩 这聂云与之战斗这么多场 千焕的恋人 绝不会认错 绝对是他 无疑 只是这个云轩 他没了呼吸呀 也没有吸收灵气 应该已经死了 是一具尸体 可是 云轩的尸体 不是被烧成灰烬了吗 怎么会在这呢 当初在林霄顶 把云轩给击杀了 处理尸体的时候 就蒋气呀 烧成灰烬了 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呢 而且保存的是 如此完整 这不是云轩 是碎神镜强者 留下的移退 你们仔细看 身上有很多纹路 整个躯体 都已经被碎裂了 老酒鬼脸色凝重的说道 碎神镜强者的移退 念云和千焕这才注意到 这个云轩身上 果然有着密密麻麻的裂痕 和当初见到老酒鬼的移退是一样的 是从内到外 引起的 无法修复 难道这是天妖圣皇的尸体 你也云心中一动 妖人国度 只有一个碎神镜的强者 天妖圣皇 如果不是他 肯定没有别人啊 天妖圣皇 到底是男是女 没人知道 不过 也有可能是女人 云轩或许 就是他的女儿啊 这老酒鬼沉思的说道 女儿 就算是女儿 也不能长得这样相似啊 宛如 孪生姐妹一样 千焕 忍不住说道 说实话 这个尸体和云轩 长得是推向的 同样完美无暇 同样 冷眼妩媚 简直就一模一样 如果是活的话 两个人交换身份 绝对 没人认得出来 想想交换身份之后 和天妖圣皇谈恋爱 千焕 心中啊 就忍不住一阵恶寒啊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对于天妖圣皇 我们话云宗 只有武道师先祖 留下的手渣中 对其有所记载 但也只是指言片语 连他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现在看来 应该是女人无疑 这个必然 是他的一退 这老酒鬼 摇了摇头 没想到天妖圣皇 竟然是个女人 而且 还和云轩 长得一模一样 武道师 没留下 关于他的指言片语 知道了天妖圣皇 是个女人了 和云轩还长得一样 聂云心中 产生了一个疑惑 武道师先祖 曾欺敬妖人国度 击杀天妖圣皇 而不成功 或许 一人一妖之间 有某种 不为人知的过往 如果没有这种事 武道师 炼至福天之心 肯定非常隐秘 怎么会被 天妖圣皇得到 就算有 迷神宗的人 绑住 也没那么容易 如果不是这样 为什么在手杂上 没有留下天妖圣皇 是女子的事情 当然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 武道师先祖 也已经消失在 历史长河之中 无从考究 也就没有必要 再考究了 其实 我早就该想到 天妖圣皇 可能是女子了 幽冥皇族 只有女子 才能完全发挥 血脉威力 天妖圣皇 如此厉害 肯定和血脉有关 自然 不可能是男人了 好了 也别研究 这个一退了 碎神镜 如何突破 我不但 有详细的功法 还有成功的经验 没必要看这个 宗主 这次咱们 来找长教印的 也浪费不少时间 你看看能不能借用 八大长教印的感应 找到最后一位 一旦要是找到 直接离开 老酒鬼打断了 二人的胡思乱想 他理智的说道 进入圣皇宫 老酒鬼也意识到 这里防御森严 凭借他和聂云的实力 根本无法兴起风浪 还不如找到长教印 就离开 如果天妖圣皇 敢去福天大陆那最好 不续的话 有了第九枚长教印 也拥有了开启 北斗兴府的能力 不需此行 我试试 聂云这么一服 联合起来的 八枚长教印 就出现在面前 旋转之中啊 带着一股特殊的气息波动 缓缓传递开来 嗚 轻声震察 八枚长教印 联合形成的空隙处啊 闪烁出光芒 追踪之气 一般呢 向着周围 蔓延开来 仔细的感应着 嗯 好像不在这个藏宝库 精神沟通了 长教印 念云眉头是越皱越紧 在感应之中啊 最后一枚长教印 似乎并不在这个藏宝库里 而是在一个遥远的时空深处 力量加持 追踪感应 轻横一声啊 在这长教印上连续点了这么几下 一道道温润的光芒气射 四散开来 其中一道 笔直向天际飞去 不知去了哪里 呼的一下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向远处啊 飞出去的光芒啊 陆续折了回来 伸手接住这些光芒 聂云感应了一下 突然脸色一变 随即啊 他觉得一股庞大的灵魂力 是横冲直撞而来 和他的精神对撞了一下 让他脸色一变 后退了几步 这鲜血啊 差点从喉咙里头就喷出来 糟了 长教印在天妖圣皇的身上 刚才的感应被他发现了 快走 没想到这枚长教印啊 天妖圣皇会一直放在身上 刚才的气息追踪啊 成功感应啊 最后一枚的所在 却也将之给引动了 被他给发现了 在聂云感知之中啊 天妖圣皇已经破开 时空乱流 飞快向这边呢 就飞了过来 直到一旦 要被他困在圣皇宫 就算和老酒鬼联手 也无法逃脱 精神这么一动 把二人收进了紫花洞府 单掌撕开空间 是一步就来到了 藏宝库的大门跟前 开 已经都被发现了 此时再无顾忌 聂云右拳呢 杨喜对着面前的大门 就狠狠砸了下来 只听轰隆隆的声响 这庞大的力量卷起 门户上的幽名皇族密文 是层层拔解 出现了一个 一人通过的孔洞 走 丝毫不敢停留啊 窜出了孔洞 抬手 仰天又是一拳 这两拳没有丝毫保留啊 施展的都是五道破须拳 加上强大的灵魂力量 强悍之急的拳锋啊 是牛须起来 直接就在圣皇宫 打出了一个巨大通道来 天行识天赋 聂云毫不犹豫 沿着通道就向外急速飞去 敢换进我的圣皇宫 找死 沿着通道 还没彻底离开呢 就听到一个 冰冷漠然的声音响了起来 随即通道口 就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首长 借助天地的威势是铺天盖地 就压下来了 这个首长啊 带着999T度的灵魂力量 和秘境第九重的最巅峰的法力 一出现 就将通道完全给关闭了 一层层啊 是坍塌下来 五道不可须全 聂云不敢犹豫啊 逃走才是关键 三千青云道展开 由于一般向一侧飞了过去 再次一拳打得出来 面前出现了另外一个通道 嗖 天星之气 三千青云道 凤凰之翼 三大绝肘同时实战 千分之一呼吸啊 那都不到的时间 就从这通道窜了出来 这听轰隆隆一声响 与此同时 巨大的掌劲呢 碾压的力量从背后就炸开了 刚才打出的通道啊 已然被彻底给破坏 身后的空间 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尽管凭借现在的势力 这种级别的黑洞啊 无法将聂云一下给杀死 重伤 那是肯定的 这黑洞啊 没打到聂云 让整个圣皇城陷入了灾难之中 这庞大的力量散意开来 以圣皇宫所在的位置为原因呢 笑外激荡 所到之处啊 再坚固的建筑 都被一扫而光 无数妖人呢 惨糊都没来得及 就化成一团团灵魂 是彻底死亡了 闸眼公说 就在圣皇城 埋延出直径数百公里的废墟区 这个废墟区里头啊 一个人影都没有了 仿佛在刚才的这一掌之下 全部蒸发了 啊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圣皇好像在和人战斗 这一下闹得动静推大了 整个圣皇城都被惊醒起来的 是疯狂的吼叫 喊声啊 响彻起来是不绝于二 快走 看到如此混乱的场景 聂云可知道 这可不是停留的时候 脚下加速前进 不过呀 还没走多远呢 感到空中啊 一阵粘质 随即呀 一个身桌 七彩翅膀的人影出现在面前 人影戴着青铜面具 身上的七彩翅膀 比云轩大处多啊 轻轻这么一扇 风雷涌动 空间呢 都像被封锁一般 突兀出现的速度 居然比自己的三千 清云到凤凤之翼 天行之气 全部施展都快得多呀 手持福天大路 八枚掌叫阴 施展五道破虚拳 你是聂云吧 很好 很好 敢混进我的藏宝库偷东西 幸亏我提前发现了 你的胆子还真够大的 青铜面具之下 轻横一声啊 和在大殿之中听到的完全不同 带着魅惑之音 竟然和云轩是一模一样 还可以吧 我胆子一向就不小 念云随口就敷衍了一句 天眼左右环顾 发现空间呢 已经被对方用特殊手段给禁锢了 想要逃 这会儿可难了 再说 从刚才的速度就能看得出来 就算是能够逃走 也是啊 会被他给追上 只是念云这会儿有点奇怪 天妖圣皇的尸体 不是已经破碎了吗 既然如此 肯定是借用了别人的身体 为什么还会有 幽冥皇族的血脉 能产生凤凰之意呢 你胆子的确不小 否则的话 也不敢将我辛辛苦苦 培育出来的分身 给击杀了 见念云无法逃走 天妖圣皇面具之下 露出阴冷的寒意 似乎带着无穷的恨意 分身 我什么时候杀过你的分身 你也晕愣了 这个天妖圣皇脑子没病吧 前生今世 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石地狱 什么时候杀过他的分身 现在连他的分身 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哼 想必你看到了我面具下的容貌 就应该明白了 天妖圣皇眼中啊 射出一道冷逆 手掌轻轻这么一动 青铜面具 脱落下来 他露出了下面美丽的容颜 和之前那个碎裂的身躯 同样的容貌 甚至无论 甚至无论灵气息还是气质 都完全相同 云轩 云轩 不是你女儿 而是你的分身 你也云突然一愣 头脑都炸开了 听到天妖圣皇刚刚说的话 看到他的容貌灵魂 念云再傻 他也明白过来了 云轩根本就不是这个天妖圣皇的女儿 而是他的分身呢 只是 这是什么分身之术 怎么会这么厉害 我女儿 你倒真敢想啊 聂云 福天大陆第一人 既然今天来到我圣皇城 别走了 留下来吧 听到聂云呢 将云轩判断成他的女儿 天妖圣皇脸上 浮现出一道寒意 手掌再次一撞 空间塌陷下来 不好意思 我不喜欢做客 五道破虚拳 五神拳 朗朗成笑 聂云五道破虚拳 和自创的五神拳 同时打了出来 两拳代表了福天大陆 五道最高的修炼方法 席卷在一起 形成了一团 让空间裂痕的庞大力量 只听轰隆隆一声巨响 拳掌碰撞 这庞大的气量 再次展开啊 一瞬间 平安了数万年的圣皇城啊 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了 地面撕裂 房屋楼层都倒塌了 被气浪卷中的强者 哪怕已经达到丹田血峭境 都会眨眼功夫 化为飞灰 彻底死亡啊 修为达到天妖圣皇和聂云这种级别 已经站在世界巅峰 丹田血峭境 在别人眼中厉害无比 在他眼里 一口气就能给吹死 聂云那是人类的最强者 他怎么在这呢 圣皇快杀了他 千万可不能让他跑了 能和圣皇对战 哎哟 好强啊这人 圣皇城的妖人 经过一阵狂乱 终于明白过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 抬头看向空中交战的双方 一个个都从眼神之中 露出了惊恐 聂云凭借一己之力 力压八大宗门 将人类整合成为一个华音宗 实力大增的事 这妖人世界早有耳闻 早就知道这个天才人物了 只是做梦都没想到 这个人敢出现在圣皇城 和天妖圣皇战斗 虽然只是短短的一招啊 但却让他们知道了 什么叫强大 什么叫做真正的横扫天下的实力 你借用了天帝的威势 屁 武道破虚拳 武神拳 交融形成的大招和天妖圣皇的力量 对攻在一起 非但没讲对方的攻击给击碎了 聂云呢 还觉得五脏六腑瞬间 被镇成了碎泥了 就连灵魂都受到了损伤 但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对方 不但修为高神 还能借用天地之间的力量 和当初啊 自己在剑神宗祭祀之地借用力量相似 修复 这牧生之气旋转 把伤势啊 完全给修复了 聂云这才吐出一口气来 脸色难看 这个天妖圣皇本身实力就强啊 再加上可以借用力量 这强大的程度已经超出了想象 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抗衡的 我都不是对手 这老酒鬼要出来 肯定一样会被击杀呀 打算把老酒鬼从这紫华洞府放出来 和自己联手抵抗 想了一下 聂云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现在的实力比老酒鬼强大许多啊 都不是一招之敌 恐怕老酒鬼出现 不但不能起作用 反而会被击杀 这老酒鬼知道如何进入北斗兴府 不能出现任何事情 否则的话 将会再次失去真正突破 多天造化秘境第九冲的方法 自己也永远不可能进入灵界 找到坍台灵月 不能硬扛 逃吧 明白这点了 聂云心中冒出一个想法 没别的 走 为上策 还是赶紧逃吧 送 身体急速下坠 笔直向着圣皇城就飞了过去 只要一接触地面 地形失天赋要施展出来 就能趁机进行空间跳跃 要一直在空中飞行 对方能封锁空间 速度又比自己快 他根本就不可能逃脱 想逃 逃得掉吗 敢来圣皇城 是你最错误的决定 看到他的动作 天妖圣皇已经猜出了他的目的 冷笑一声 这冷艳的容颜上 带着浓浓的激讽之色 单看这容貌啊 完全就是自信满满的云轩呢 天妖圣皇御守这么一样 一个纸张般的符路 从空中就飘落下来 撕 这纸张啊 看起来没有丝毫的力量 却是带着天地 轻浮让人难以抗拒的威严 正在向前逃走的聂云呢 背着纸张这么一裹 就觉得身上被数十道枷锁给困住了 再也无法动弹了 甚至连体内的法力啊 都像是被一种力量给压制住了 无法使用 这是什么 感受到这种情况了 999梯度的灵魂都挣脱不了 聂云他不敢相信呢 就这个东西也未免忒厉害了 如果之前就有这种东西啊 早就将人类赶出福田大陆了 就算八大长交印连合起来 威力很强 也无法抗衡 聂云掌控八大长交印 清楚知道 借助福田大陆力量到底有多大 刚才的天妖圣皇 虽然自己没有办法抵抗 但要是在福田大陆 借助大陆之力 完全可以讲之战胜 可这个纸张版的俘虏 它是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强 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厉害 很简单 我会马上让你也拥有这种实力 甚至比我还厉害 天妖声狂软跳一声 从空中走下来 一手一抓 就把聂云底拉到了跟前 这修长的手指 轻轻的划过他身上的皮肤 很好 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啊 你的肉身强大到了极点 人族第一人 很快就会成为历史 变成妖人一族真正的强者 聂云被发现了 也已经撤销了伪装 所以现在是本来的面目 而不是之前的庆面妖人的样子 搜 说完这个话 天妖神皇啊 一晃身子 抓着聂云呢 就向盛皇宫飞了过去 刚才攻击你看虽然凶猛啊 但是都被宫外面的这个大阵给挡住了 并未上到结构 所以啊 这盛皇宫还是完好无损的 呼的一下 片刻功夫 被禁锢出的聂云呢 就被放在了盛皇宫一个大殿内的平台之上 这是盛皇大殿 睁扎着看了一眼 聂云明白过来了 这里不是别的地方 正是盛皇大殿 不错 天妖盛皇冷笑一声 看来你为了混进盛皇宫 打探了不少消息啊 盛光殿 肉身 你不杀我 难道和立神大赛有关 聂云脑海之中闪过一道灵光啊 似乎对之前想不通的立神大赛 想到了一些线索 这是无法连贯在一起罢了 哈哈哈哈 不会是人族的第一天才 聪明 你也不用猜想了 我可以明白的告诉你 不错 正和立神大赛有关 看到聂云的表情 天妖盛皇知道 他在那想什么呢 他笑了起来 嗯 见他承认了 聂云转头看去 只见之前的腰无痕 腰无伤等五人和自己一样 同样被绑在了一个平台上 只不过他们神态安详 仿佛已经被净化成功 成了忠实的信徒 就看他们这样子 被彻底净化的时间并不长 因为九幽阁主 依旧维持着清面妖人的模样 边尾边回本来的样子 也就是说呀 他们绑在这个台子上的时间 应该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也正因为如此 天妖圣皇并不知道 获得第一的清面妖人就是自己 立神大赛 需要肉身强劲之人 我找这种人 的确是为了灌顶 不过不是我灌顶 而是祭祀上天 让我们幽明族的大人物 附体夺舍 天妖圣皇说了 附体夺舍 不错 我已经准备好了祭祀的物品 沟通上天 要幽明一族下来 三位大人物 这些大人物实力强大 灵魂全都超越天级大圆满 想要承受他们的伟岸力量 必须肉身和经脉 承受度强大才行 所以我召开了立神大赛 专门寻找这样的人 但是我现在发现 这些人的肉身强度 根本比不上你 现在要用你的身体 作为大人物 降身的基础 哈哈哈哈 脸色猙獰 天妖圣皇眼中 闪烁出疯狂之意 祭祀上天 让幽明族 强者附身降身 听到这儿 聂云终于将脑海之中的线索 穿在一起了 他明白过来了 自己统一了福田大陆 导致人族力量大增 再加上 十八妖皇和黑白双煞 也被抓了 天妖圣皇知道再无举动 妖人肯定衰落 所以啊 平而走险 用出了这种招数 这个方法沟通上天 让幽明一族 强者降临 虽然需要的祭祀的东西 那是极度 也有一定危险 不过一旦又成功了 出现一个灵魂 超过天级大圆满的强者 人类绝对会被横扫 恐怕天妖圣皇 也是施展了类似的方法 才弄出了这个 纸张一般的俘虏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这么轻松 就把自己给抓住 至于为什么 他本身实力也极强 可能他也是讲啊 妖族地识地狱 用武道师的方法 炼制出了地狱之心 在妖族世界 实力倍增 之所以这么想 因为聂云明显的 感觉到了 刚才与他交战的时候 对方的力量 借助了整个天地的威势 而且最后让空间都粘稠了 自己行动不变的方法 正是控制了一定地狱 才有的能力 而所谓的祭祀上天 让幽民族的强者附身 则需要极其强大的肉身 没有这种肉身 恐怕根本承受不住 幽民皇族 强者狂暴的力量 第二 不能有属于自己的灵魂 这样灵魂附体的时候 成功率会大一些 难怪天妖圣皇 让力神大赛前五名的人 沐浴 接受圣光照耀 原来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这个 不会是妖族的圣皇 晕轩的奔体 够狠 这张俘虏是灵界的东西 你无法挣脱的 别花费心思了 现在你既然知道了我的目的 就变成我幽民一族 强者附体的对象吧 你会因此感到骄傲的 将事情解释了一遍 这天妖圣皇啊 突然放声大笑 眼中一道兴奋到极点的光芒 是闪烁着 让我作为你附体 多什么对象 你做梦 聂云眉头皱起来了 他露出了焦急之色 现在这种情况 必须尽快想办法 要是自己啊 真成了祭祀附体的对象 灵魂记忆也会被磨出 那可真就麻烦了 虽然他现在拥有 999梯度的灵魂力量 聂云呢 还不认为能够抗衡灵界强者 是不是做梦 你马上就知道了 见聂云挣扎着 想要从这平台上走出来 天妖圣皇 嘴角扬起 双手啊 突然上扬 一股诡异的祭祀声 就响了起来 幽冥皇族流落人间的血脉 请求上苍 幽冥乙族强者 为强大妖人族的力量 降下无上冤神 属下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最完美的山区 最纯净的灵魂 最忠实的仆人 祭祀的话语 用的是纯正幽冥义族的语言 诉说声中啊 大殿之内的盛光是越来越浓郁 强大到极点的威亚 宛如天地坠落一般 是缓缓向下压了下来 这威亚形成的同时啊 一件件珍贵无比的宝物 是不停的燃烧 正在依靠这种燃烧的力量 是沟通上苍 降下能量 竟然真的能引起幽冥义族 强者下来 可不能让妖人附体啊 感受到啊 上方降下来的威亚 聂云脸色都变了 心中着急的呼喊 烟火施天赋在身体周围形成火海 想要啊 冲破禁锢在身上的俘虏 却发现呢 这根本就不管用啊 没有任何效果 元气 武道 烟火 剧毒 诸多天赋啊 全部试验了一个遍 发现宽住自己的俘虏和天地威势一般 根本就不容反抗 你也反抗不了 这种灵界强者炼制的俘虏啊 根本就不是现在的他能够轻易破除的 只听轰隆隆一声响 在聂云呢 不断试验 想要挣脱的时候 天地威势 截压然而至 三个强大到极点的气息是猛然的 从上方就窜了下来 其中一个最强的力量 沿着身体 就浮身上来 似乎啊 要对他进行夺舍 我的后辈子民 让我 接受你的身躯吧 这股力量一出现 就响起 幽冥一族特有的隐语 声音直刺脑海 让聂云昏昏欲睡 是难以抗拒 无名法学运转 抵抗 聂云知道啊 凭借灵魂攻击啊 现在最强的就是无名法学 这灵魂呢 按照特殊轨迹 运转起来 只听轰隆隆 不过这无名法学 才刚运转 就觉得一股力量压制下来 蒋七啊 给抑制住了 这999梯度的灵魂呢 对于福田大陆 那来说 天下第一 但是对于灵界 降临的大人物来说 差的实在是推多了 无名法学尽管强大到极点 从未让他失望过 但在绝对力量的碾压之下 还是抵挡不住 给我滚开 无名法学没用了 聂云灵魂汇聚成真 猛的就像这个强大的气息 就刺了过去 同时带着仙音师天赋 我的后辈子民 不要反抗 沉睡吧 我会给你最强大的力量 给你最高明的修炼功法 给你最大的帮助 真似的灵魂 依旧没有任何效果 聂云在对方 沉吟的声音之中 只觉得脑海是越来越沉的 眼见就要陷入昏睡了 不能睡不能睡 简决不能睡 一旦要睡着了 真的就死掉了 见诸多手段都没有用 还被对方压制的昏昏欲睡 聂云心机如焚 但心中着急没用 只觉得眼皮是越来越沉 意识缓缓离开了肉身 睡吧 我来了 强大的气息 见聂云停止抵抗了 带着兴奋之意 一股巨大的力量光束 笔直的向下冲了过来 是直刺聂云的脑海 嗡 就在这股能量 马上有侵袭聂云灵魂 将其取耳代之的时候 突然挂在他脖子上的 心脏形的玉坠 陡然释放出 一个温润的光芒 这道光芒非常微弱 肉眼根本就看不清 但是照在这个强大气息上 却像是热炭落在了冰雪上 啊 这是什么 这是天道玲珑星 不可能 强大的气息被这玉坠啊 射出的温润光芒给招了一下 惨呼一声 被这玉坠啊 就射入了其中 只听轰隆隆一声响 这强大气息失踪了 但上空灌输的能量 并未停止下来 依旧是不停的向下轰击 也啪哒 与此同时 聂云体内啊 当初在弥神宗祭祀之地 得到的巨魂灵珠 是陡然炸开 无数精纯的灵魂力量 涌了上来 滋补着他的肉身 让他刚才受到压制 已经有些衰弱的灵魂了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是快速的增长着 终于成功了 此时的天妖圣皇 看着眼前的平台 和上方源源不断 降临下来的庞大力量 眼睛亮了 从被强大气息 浮身到灭沙 出现变故 一切都在聂云 脑海中发生 外界没人知道 怎么回事 天妖圣皇只知道啊 附体成功 就会降下能量 他并不知道 通过祭祀 降临下来 最强悍的人物 已然死亡 除了聂云所躺的平台 妖无痕啊 和那个妖人女子 妖艳艳上方 也都出现了 一团强大的力量灌束 而妖无商啊 青年九游阁主 已经是断绝了呼吸 看来他们呢 刚才接受传承 并未成功 所以啊 直接就被强大的力量 给抹杀了 而只要 妖无痕和妖艳艳 要成功了 当然 在天妖圣皇的眼里 聂云也被附体成功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啊 这妖无痕 妖艳艳身上的力量 光芒消失了 终于是停了下来 二人同时睁开了眼睛 人界天妖圣皇 参见两位天使 见他们醒来了 天妖圣皇联盟啊 跪倒在地 一脸的恭敬 嗯 很好 见天妖圣皇跪倒了 两个使者点了点头 讲气给扶起来了 我是使者明红 他是使者明星 我们二人和明江大人 一起下来 帮你统一人妖两族 顺便呢 把北斗星府带回去 是 天妖圣皇感受到二人身上 澎湃强大的力量 不敢反驳 我们幽民族的人 因为只能灵魂透过灵界阁膜 降临这里 所以本身实力并不强 只有丹田血窍竟巅峰 但灵魂力量达到了先级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 超越了天际大圆满 因此 横扫人族应该没问题了 叫做明红的妖人使者 冷横一声说道 是 其实不用这明红说呀 天妖圣皇感受到 他身上散发的气息 也知道 根本就不可能抵挡 天际大圆满是人类拥有的极限 而超越 天际大圆满 那是灵界强者特有的能力 拥有这种灵魂 即便不需要法力 也完全可以击杀任何一个 秘境第九重 碎神境的强者 越是修炼到最后 灵魂呢 越为重要 这灵界很多老胡董肉身呢 早就陨落了 这灵魂呢 还保持不死不休呢 苟延残喘 两位石石大人 为何你们醒了 明江大人还没有醒 过了一会儿 这天妖圣皇突然一指捏云 他问了 放心吧 明江大人的灵魂比我们强大 穿越灵界的智库 受到更多的阻碍和智库 可能苏醒要比我们晚一些 这明弘随意的摆了摆手 灵魂强大 穿越灵界受到的更多的阻碍和智库 天妖圣皇 这会儿有点不明白了 是啊 灵界的隔膜啊 断绝了和人界的通道 实力越强 越难下来 在你们看来 我们实力通天 但是在灵界 只是一些普通兵士罢了 正因为如此 才能透过隔膜下来 明江大人和我们不通 他的实力啊 要比我们强大太多 受到隔膜反弹会更大 可能苏醒的时间呢 会慢上一些 明弘淡淡的解释道 原来如此 这天妖圣皇心中已经啊 这个明弘都如此强大了 灵魂超越了天级大圆满 竟然在灵界 那只是一个普通兵士啊 灵界也未免 忒可怕了 你们的肉身 没有经过先天灵气改造 天生敌剑 实在是太难受了 让你准备的先天灵宝呢 这明弘啊 耸不耸肩膀 似乎啊 觉得非常难受 所以他问了 大人放心 你们要的东西 我早已准备好了 现在就让人去取来 这天妖圣皇转身一身地哼 要伤 去藏宝库将我给大人准备的几件 先天灵宝给取过来 说完随手 甩出一张福禄 凭借这个 可以直接进入藏宝库 那天妖圣皇啊 在遥远的时空深处寻找东西 被聂云掌交印呢 赶硬刀的时候 正好啊 在回来的路上 之后两个人交债 他并不知道藏宝库 已经啊 被他们给搬空了 是 他都不知道 腰伤自然呢 更不知道 转身就离去了 大人 我有一件事不太明白 想要询问 天妖圣皇问了 嗯 说吧 这明宏啊 随口就说道 是这样的 我们人界 灵丝悬吊 调取的东西 是不是来自灵界 天妖圣皇问了 根据他知道的消息 这幽冥一族啊 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去了灵界 而这灵丝悬吊 能讲这幽冥之中的东西 调出来 是不是沟通了灵界 啊 不是 明宏摇了摇头 他黄管说道 你们灵丝悬吊 沟通的地方 是幽冥一族 没去灵界之前的地方 在时空乱流的深处 也就是你们所说的 时空龙区 不过这个地方 现在已经荒芜了 没有人居住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天妖圣皇摇了摇头 本来呀 他还以为 这灵丝悬吊 沟通的是灵界 如果真找不到登天之体 完全可以顺着 灵丝 进入其中 现在看来 还是想的简单了 登登登登登 二人正在这说话呢 就看到腰伤啊 一脸难看的跑了过来 回兵圣皇 回兵师者大人 藏宝库 空了 那几件先天灵兵 也早已经失踪了 什么 藏宝库空了 聂云 听到这个消息呀 天妖圣皇可是一阵 随即他明白过来了 脸色是阴沉如水 出了什么事 看到二人的表情啊 这明红 眉头一皱 虽然现在的明红的身体呀 是腰无痕 带一举一动啊 带着浓重的危言 是天妖圣皇和腰伤不敢反驳的 回兵师者大人 我准备好的先天灵兵 都被明江大人附体的这个身躯主人 给偷走了 应该在他的纳乌丹田里 天妖圣皇狠狠地说道 被明江大人附体的主人偷走了 这明红一愣 啊 无妨 等过一会儿明江大人附体称公 会把你的东西拿出来 放心吧 我们灵界什么宝贝都有 不会稀罕你人界的东西 再说了 我们就算要回去 也只能啊 灵魂穿越 肉身是回不去的 一样啊 会把东西给放下的 那就多谢使者大人了 听到这句话 天妖圣皇 这下可松了口气 之前要是早知道 藏宝库被聂云给偷干净了 肯定把他给困住的时候 就将东西给拿回来 不至于现在这么被动 好了 别说话了 灵气汇聚越来越强 说明啊 明江大人很快就要苏醒了 安静 恭迎吧 突然明红看向前方 打断想要说话的天妖圣皇 天妖圣皇抬头 向前看去 果然看到不远处平躺着的聂云 身上灵气是越汇聚越来越多呀 这庞大的极点浓厚的力量 似乎要将整个圣皇宫都要给掀翻了 看到这种情况 所有人都认为明江大人快要清醒了 谁知事实 并非如此 三个人一等就等了好几天 为了防止明江大人附体失败 明红明心以及天妖圣皇 用了诸多手段 维持庞大的能量灌输 足足坚持了十天 这十天呢 明江大人 丝毫没有停止过 吸收灵气 似乎在进行着巨大的蜕变 却始终啊 没有清醒过来的迹象 明江大人好厉害啊 附体 在一个如此低限的躯体之上 都能弄出这么大的威势 太强大了 看到这种情况 明红明心 无不赞叹 感慨 眼前的场景啊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但灵魂穿越灵界隔膜下界 以前呢 从没有过 也没有先例而言 现在这种情况 连他们 也都不知道 到底是好还是坏 放心吧 明江大人是先及中期灵魂 比我们都高一筹 出现这种情况 也很正常 如果你说的不错 这个肉身也不错 正因为如此 才延缓了苏醒的时间 我们再等等吧 最后啊 这明红得出结论来了 呼一下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聂云一时清醒过来 我没死 也没有被附体 清醒过来了 聂云第一想法 就是被附体夺者了 精神在身体环绕 这么一圈 发现没有异常 这才松了一口气 嗯 我的实力 竟然是丹田血窍镜 巅峰 聂云一愣 这刚才这灵魂呢 在身体环绕一圈 发现自己的实力 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 不但突破了破空镜啊 还直接就达到了 丹田血窍镜 巅峰呢 而且还不是一般 刚进入丹田血窍镜 的样子 是积累的 无比浑厚 仿佛修炼了几千年的 丹田血窍镜巅峰 似乎要是知道 秘境第九重的 正确突破方法 随时都能成功突破 破空镜巅峰 不是要进行第五次涅槃吗 难道涅槃过了 聂云想起一件事来 根据达到纳虚镜 知道的讯息 破空镜巅峰啊 会进行第五次涅槃 现在难道 第五次涅槃成功了 涅云不由自主 静下心来感应一下 顿时是 静起交际 火不吉然呢 自己已经成功度过了 第五次涅槃 现在的实力 直接就达到了 丹田血窍镜巅峰 虽然这次 涅槃没有像之前一样 横跨两个大级别 但是积累的 无比浑厚啊 只要知道 秘境第九重的突破方法 完全可以连续突破 冲击秘境第九重 巅峰 那都有可能 不过呀 涅云可不想使用老酒鬼的 破而后立的突破方法 毕竟这么做 等于丧失了身躯 丧失了无名法觉 那得不成失啊 九转涅槃宫 每一次涅槃呢 都和大战一样 必须积累啊 无比浑厚 才敢启动 现在不知不觉之间呢 依然成功了 让他都有些不敢相信 之前要想我 附体多舍的家伙呢 突然涅云想起来了 那个呀 要对自己附体的家伙 精神转了一圈 落在了脖子上 澹台灵月 临走的时候 留下的玉砖上面 只见一个中年人影 正困在里面 脸上是充满了惊恐之意 从这个中年人的表情 和荡漾开的力量看 涅云就知道 这个正是那个灵界过来 想要夺舍自己的大人物 谢谢你 月儿 涅云虽然不知道 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也知道 肯定是这个月坠 救了自己一命 能讲灵界下来的大人物 灵魂都聚在其中 说明了这个月坠的威力 也说明了澹台灵月 恐怕真是灵界的人 嗯 我的灵魂 直到现在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啊 也不是感激的时候 涅云灵魂再次 运转了一圈 这才发现 灵魂力量 似乎有了巨大的改变 我的灵魂超运了 天机大圆满 涅云呢 有些呆滞 如果说以前 999梯度的灵魂 是一条西流 那么现在的灵魂 绝对就是一个大海 两者根本 没有可比性 灵魂轻轻这么一跃 就仿佛有刺穿空间时间 将时空乱流都给震碎了 这种感觉实在推强大了 就算不用测量时空乱流 涅云呀 也知道现在的灵魂力量 超越了天机大圆满 其实涅云呢 他不知道灵魂呢 能够突破 也是运气的释然 明将附体被玉坠给吞噬了 因为灵魂呢 并未覆灭 所以附体带来的能量 并未停歇 这能量补充的太多了 自然而然呢 就引动了灵溪炼体觉 第五次涅槃 涅槃也只是身体级别的变化 灵魂通常啊 不会进气 再说 涅云的灵魂 已经达到天机大圆满巅峰 无法再做突破了 但巧合的是 涅云身上刚好拥有 在泥身中得到的 巨魂灵珠 这里面呢 拥有最为纯净的灵魂力量 而当时他呀 正因为这灵魂运转 无名法觉 与这明将对抗 非常虚弱 这巨魂灵珠内的灵魂 就快速补充过来 这巨魂灵珠啊 那可是天妖圣皇 屠杀一个月的人 搜集的灵魂 足现其中 蕴含的魂力 该有多大 此时啊 被他给吸收干净的 突破天机大圆满 也就成了必然 如果没有这个巨魂灵珠 第五次涅槃一样会成功 但想要突破灵魂的话 绝对不可能 所以啊 念人不知不觉间呢 就成了福天大陆 第一个突破天极大圆满灵魂的人 就连当初的武道师 他都没达到 试一下 能有多少梯度 这灵魂凝聚成一道线 缓缓地从地石地狱 射了出去 笔直向福天大陆上方的时空乱流 是延伸过去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直 到了三千 居然在时空乱流 延伸了三千福天大陆的距离 三千梯度的灵魂 三千梯度的灵魂 聂云就感觉自己 只要心念这么一动 就能将整个圣皇宫 所有阵法给瓦解 一拳就能把 之前的天要圣皇给打死 难怪呀 说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 灵魂才是关键 有这种灵魂 聂云呢 才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做灵界之下第一人 灵界之下最巅峰 嗯 妖狐狠妖艳艳 不对呀 他们的灵魂强度 已经超过了天际大圆满 应该是附体成功的 试验完了 灵魂提度 聂云松了一口气 这才将注意力 转移到所在的圣光殿 此时的圣光殿 除了自己 还有三个人 坐在不远处 似乎等待自己苏醒 这三个人都熟悉 天妖圣皇 妖无痕 还有妖艳艳 既然知道 是力神大赛的目的 就是为了灵界强者 附体夺舍 再加上 看出妖无痕 妖艳艳的灵魂 已经超越了天际大圆满 聂云就算再笨蛋 也将事情猜出了个八九不离十了 明宏啊 这明江大人现在还没清醒 不会是失败了吧 就在聂云暗自推断的时候 耳边响起了妖艳艳问话的声音 按照不停汇聚灵气的情况 应该不会呀 不过 这种事情不好说呀 我们下来之前 黄帮大人 曾亲自交代 人界的灵魂极限 先及下品巅峰 也就是 他们所说的三千梯洞 再强 就会遭到天地意志的反噬 生不如死 你我 正是这种实力 所以没有什么事 附体夺舍 很快就能成功 而明江大人本身 拥有先级中匹明昏 已经超过了三千梯度 到底能不能夺舍成功 这一点 连我也说不清楚啊 明洪摇了摇头 明洪 哦 看来夺舍我的人 名字叫明江 三千梯度 是巅峰 不过超过 看来他们 也是三千梯度 通过这段对话 聂云脑子一转 他明白了不少事情 这样吧 再等两天 如果明江大人 还不苏醒 就不等了 开始剿灭人族 统一诸天万劫 过了一会儿啊 这明洪说了 好 全听两位 使者安排 听到明洪决定了 天妖圣皇眼睛一亮 他连忙点头 现在人族最强者聂云 都被他抓住了 多舍得现在半死不活 要不是因为这个明江大人 还没苏醒 他恐怕早就进攻人族了 快看 明江大人醒了 这天妖圣皇的话 刚刚落下 就听到一侧的明星声音之中 带着兴奋之意 这明洪天妖圣皇急忙 向不远处的平台看去 只见这聂云缓缓 睁开了眼睛 本以为要失败了 最终还是成功了 聂云呢 这脊椎一挺 他站了起来 用略微杀哑的声音说道 既然他们都认为 自己被夺舍了 那就暂时冒充一下 或许能得到更大的好处 恭喜明江大人夺舍成功 这明洪明星两个人 兴奋的抱圈说道 你就是人界天妖圣皇吧 一甩手向前走了两步 坐在大殿之内的一个座位上 来到了圣皇跟前 人界天妖圣皇 见过明江大人 天妖圣皇知道 眼前这个人的身份 还凌驾在明洪明星之上 不敢大意 单膝跪地 是一两勾镜 天妖圣皇 在我们面前 也敢用这个称呼 你好大的胆子 冷横一声 聂云一巴掌 就抽了过去 胖的一下 天妖圣皇还没反应 过来呢 就眼前一黑啊 凭空就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喷出来 牙齿掉了一地 属下不敢 天妖圣皇他可没想到啊 这辛辛苦苦 等着他苏醒的 这最强的特使 一见面就给了一巴掌 这举烈的疼痛啊 讲心都烧穿了 他却不敢反驳呀 低头认错 脸上写满了屈辱 明将大臣 你忘了 慌忙的交代了 这个天妖圣皇 虽然是人界 卑微之躯 血脉 却是他故意 留下的棋子 这样打他 见天妖圣皇 再无知谦的高傲 一脸 逆来顺受的样子 这聂云心中大笑啊 正想再次出手呢 就听到耳边 响起一个传音 这个传音呢 是明红发出来的 带着疑惑 和奇怪之意 哦 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不然呢 他真以为自己多么厉害 聂云心中一脸 随口解释了 早就知道 天妖圣皇的血脉不简单 现在看来 比想象中的 还要可怕呢 黄王 虽然不知道 这具体什么地位 但是 从这个明红尊敬之色 和称呼来看 就知道啊 在幽冥一族 绝对是数一数二 绝顶人物 这种人 留下的血脉 布置下了棋子 怎么会简单呢 明江大人 只见天妖圣皇说 给咱们准备好的 先天灵兵 被你夺舍的这个身体 给拿走了 我看 不如拿出来 沟通灵界 给黄王 传递讯息 让他放心吧 这明红说了 先天灵兵 聂云眉头可就皱起来了 之前在藏宝库 偷东西的时候 的确 得到过几件 先天的灵兵 不过这些灵兵 全都和幽冥界 是相同的等级 给老旧鬼等人使用的话 能让其实力大增 怎么可能给交出来 当即呀 做出了沉思状 看向天妖圣皇 我听说当年武道师 将福田之心 炼制成九枚掌教印 其中一枚在你身上 这个东西能沟通啊 靠近灵界 最近的福田大陆 比先天灵兵还要强大 拿过来 给我看看 这 天妖圣皇一愣 满脸疑惑之意啊 不过他可不敢反驳 是 说完手掌一番 掌心呢 多出一枚掌教印 散发出浓郁的气息波动 单凭气势 比之前八枚中的任何一枚 他都要强大 不愧是最核心的一个呀 单从这一点 就能确认是真的了 不错 聂员把这枚掌教印抓了过来 轻轻这么一动 就和丹田内剩下的八枚 融合在了一起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福田之心 明将大人 下届之前 黄王曾单独讲你交过去 说了这次咱们下届的任务 你给我们安排一下吧 大家分头合作 也好尽快完成 重新回到灵界 突然呢 这一直没说话的明心说话呢 嗯 好 聂员点了点头 他正想考虑如何 和糊弄过去 就看到明红明心对望了一眼 脚步一动 似乎想想自己包围在内 看到这种情况 聂云知道了 可能露馅了 当即啊 猛然站起身来 一脸严肃 你们要干什么 黄王根本没有单独叫过你 你不是明江大人 到底是谁 明心脸色一沉 我是谁 我是你爷爷 这聂云哈哈大笑 庞大的灵魂加势 一拳就打得出来 对于明红明心 这种灵魂强大者 聂云早就知道 伪装明江用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被发现 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反正最后一尾掌教印 已经到手了 翻脸也没什么 三千梯度的灵魂 配合自创的武神拳第十世 这庞大的力量冲击啊 是整个圣皇宫 仿佛瞬间都出现了裂痕 无数防御大阵炸开 漆黑的空间裂缝 混杂着时间乱流 滚动着就像明心打了过来 可恶 这明心可没想到 眼前这个人敢当先出手啊 他脸色一沉 灵魂之力也是席卷开来 一拳就迎得上来 只听胖的一声 这两个超级强者 全力对碰在一起 哗啦一下 圣皇宫的大殿墙壁啊 就被震得坍塌了 二人同时后退两步 谁也奈何不了谁 大家都是在三千梯度的灵魂 灵界之下最强 聂云想杀这个明洪男 他想杀自己也不可能 还不动手 这明心一招失利啊 一声尖叫 对着明洪就喊了出来 敢骗我们找死 明洪和明心的实力相差不大 前者一拳击出来 眼前黑洞翻滚 这狂暴的力量和明心配合起来啊 将聂云是席卷在内 哈哈哈哈 仗着人多想杀我 你们做梦吧 天守师天赋运转 聂云左右双手各自凝聚成拳 左手武道破虚拳 右手武神拳 分别就赢了上去 面对啊相同实力的强者 别人或许还会手忙脚乱 作为武道师天守师天赋拥有者 根本不足为虑 只听轰隆隆你声响 四拳相机啊 这明洪明心再次各退一步 随即就看到眼前这么一花 这明江大人 也就是聂云啊 已经失去了踪迹了 想跑 哪里走 这二人身为灵界大人物 就这样被戏耍了 一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啊 同时几乎啊 双掌在天空这么一丝 圣皇宫啊 就硬生生给扯开了 紧接着跳跃着就窜了出来 除了圣皇宫 这二人悬浮在圣皇城上方 这庞大的灵魂瞬间呢 就将地石地狱给席卷了 没找到半个人影 仿佛刚才这个明江大人 也就算聂云呢 已经消失不见了 从未出现在这个世界一般 两位使者 小心 他在你们后面 就在二人疑惑的时候 突然听到天妖圣皇 一声尖锐的喊叫 是急忙转身 不过还没转过来呢 就感到两股狂暴的力量 是直冲击背 砰砰 两声巨响 二人同时打了个裂线 向前急冲啊 身上的衣服 被狂暴的力量给冲击了 纷飞的蝴蝶一般 四下飘散 露出了赤裸的肌肤 聂云灵魂强大 和明侯明心呢 相同的级别 施展隐医师天赋 二人发现不了 但是天妖圣皇不同啊 他掌控了整个地石地狱 和拥有着聂云队 福田大陆掌控一样 轻易就被发现了隐藏的所在 可恶啊 今天你必须死 属灵夫 两大灵界过来的强者 居然被人打着衣服脱落 颜面无存呢 这明侯气得是哇哇乱叫 这庞大的灵魂 眨眼功夫啊 在面前就凝聚起来 形成了一张特殊的福禄 嗯 这是天妖圣皇当初 束缚我的福禄啊 看清楚这福禄的模样了 聂云瞳孔一缩 灵界的人 就算灵魂力量相差无几 战斗力也胜不过 但见识却是非同寻常啊 远非自己可以比拟的 不说其他呀 光是这个树魂符 就从来没见过 天耳听闻 绘之福禄 这聂云呢 精神击中 天耳天父运转 听取的刻画灵符的方法 天耳天父啊 排名第十六位 五种人体特殊天父之一 能听天地之脉搏 大道寒意 能听新生传音 能听懂各种种族的语言 妖人磨人 诅咒诗的福禄 这个树灵符 虽然厉害 也能够啊 绘画步骤全部给听出来 人体五行天父啊 天耳之所以能排在天眼前面 正因为这种特殊的能力 上古道族 使其人族的圣字 第一个就是耳啊 善听才能为圣 足见耳的中标 嗯 我能听出来 却无法练之啊 将这树灵符听得清清楚楚 聂云精神一动 就想刻画出来 却发现根本无法凝聚 好像是少了一样东西 啊 可能是树灵符 是灵界特有的俘虏 只有灵界的人 才能刻画 而我就算灵魂和他们相同 也画不出来呀 既然刻画不出来 聂云脑海一转 他就明白过来 此时啊 这明虹已讲这俘虏 给炼制成功了 大手一扬 呼啸的就飞着过来 直到 一旦被这俘虏 要是给包裹了 要想再逃 那可难了 不过聂云并不慌张 反而啊 放声大笑 既然你们想抓我 就留在这里 吃点好的吧 力量压制解除 引动天洁 一声成效 这聂云灵魂呢 也再不压制 聂磐进击的实力 丹田血桥晶的实力 这么一夜出现 天空瞬间就出现了 浓浓的黑云 好家伙 他的天劫来了 这是 这是破灵劫呀 怎么会有这种大劫 看到漫天的阴云 瞬间就下来了 无数的雷电闪烁 清刻就将这树灵府 给震碎了 明虹明信都疯了 眼前这个大劫 并不是丹田血桥晶 强者有的雷兵节 而是突破秘境 第九重才有的破灵节 一个丹田血桥晶强者 竟然会引起这种大劫来 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灵魂引动 礼带逃将 看到大劫来临 聂云精神这么一动 当初留在腰痕 腰咽咽咽体内的灵魂印记 是瞬间爆发起来 而自己的灵魂呢 则一下子伪装起来了 它改变了模样 灵魂伪装 米带逃降 轰隆隆一声响 这明虹啊 和明星体内的灵魂印记 引燃了 天杰顿时啊 将他们二人认定为聂云了 是狂暴的力量 席卷而来 是毫不留情啊 慢慢享受吧 我就不陪你们了 顺便借你们天妖圣皇一用 好惠 无忌 紧接着一个朗朗的笑音 在鸿鸣的雷声之中 传入耳朵 气得这二人呢 是陷血 狂喷 礼带逃将之术 也叫嫁接之术 是聂云前世看到妖人的秘法 有些妖人 天劫无法度过 便使用啊这种方法 将灵魂印记 隐藏在别人的身上 天劫来临的时候啊 是陡然引发 而自己啊 则用特殊的方法 将灵魂气息给隐藏了 这样一来啊 天劫就会认为 带有灵魂印记的人 是要攻伐的对象 对他进行处罚 而施展者 可以趁机啊 逃脱天劫的攻击 礼带逃将吗 这种方法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非常难 首先呢 被灵魂嫁接的人 修为啊 要和自己完全一样 这样才能啊 瞒过天劫 不被发现 其次 要在天劫来临瞬间施展 而且呀 被嫁接的人 还要在天劫雷云下面 正因为啊 这两点要求 让这种秘书 几乎没有施展成功的可能 修为和你一样 你想灵魂嫁接 恐怕还没成功 就被对方给发现了 再说呀 你杜劫的时候 这个人怎么可能啊 他傻乎乎的 跑到这个天劫 底下来等着雷劈呀 当然 既然有这种秘书 就有成功的可能 实际上啊 这种方法 是大家族啊 专门给核心人物准备的 天劫可不留情面 不管你是不是大家族的子弟 也不管你是谁 只要突破境界 就会全力灭杀 能扛住最好 扛不住 那就得死 为了保证家族血脉纯正 减少不必要的死亡 这些大家族啊 都会豢扬死世 用这种 李戴桃江的方法 把天劫 嫁接到死世身上 替家族的核心弟子 抵抗天劫 好让弟子啊 正常突破 这种方法虽然很好 但有力就有弊 你能躲过 一次天劫 难道还能躲过第二次 第三次 只要想进步 天劫呀 就无可避免 这些通过嫁接 躲过天劫的家族弟子 往往啊 是过了第一个 你就过不了第二个 所以时间一长 大家对这种啊 投机取巧的方法的心思啊 也就淡了 不过方法 还是流传了下来 念云前世 深入妖族的时候 恰巧看到过 并且给记了下来 刚才呀 情景危机 他就想到了这个方法 这才引动天劫 一举成功 这明虹明星二人呢 现在的实力和他相同啊 都是丹田血桥镜巅峰 灵魂也一样 三千提动 不把他们当枪式 他真有点对不住他们 只听轰隆隆隆隆 这狂暴的雷霆 暴雨一般是倾泻下来 闪电雷光 各种心魔幻境 不断的向着这明虹明星二人 身上就轰击呀 数万年的古城 圣皇城此时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上天仿佛降下了最大的处方 一片雷海 借天妖圣皇一用 圣皇被抓走了 到底是谁 完了 这圣皇城可完了 哎呀还有谁呀 一定是那个人类最强者 聂云呢 不是他 还能有谁 弄出这样的威势来 圣皇城的人纷纷向外逃散 实力强的还能逃出去 这实力弱的连反应都没来得及呀 就被散役的雷电给击杀了 尸骨无存 天节呀 那就上天的意志汇聚 不会因为误杀而流情的 圣皇城顿时变成了死亡的海洋 无数妖人被活活给轰死 整个妖人世界都陷入了巨大的灾难 可恶 可恶 你叫聂云士吧 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这明红明星两大使者呀 这脸色全都绿了 被天节给包裹了 无法移动 只能啊将满心的愤怒 壮化成死后 响彻整个地时地狱 他们两个人 那都是灵界的强者呀 本以为到了人界 这种卑微的小地方 完全可以兴风作浪 是横行无际 怎么都没想到 刚刚附体多舍成功啊 就被人狠狠给阴了一把 而且还这么惨 气得呀 这嘴巴都歪了 明星 雷洁厉害 别隐扛 用最强的实力 把他灭掉 这明红啊 是一声残呼 看到空中的雷劫越来越强 似乎啊 有不受控制的趋势 一旦被这样长期给劈下去 身体虚弱 万一那个捏云再冲回来 这二人呢 肯定必死无疑 真要那样 那可真是丢人丢大了 恐怕他们是寿命最短 也是最丢人的灵界的特使了 黄王费尽千辛万苦 才将他们从这灵界给弄下来 结果什么事都没办 就被人给淹死了 这种事绝对不能让他发生啊 好 灵魂燃烧 化灵之拳 明星他可不傻 知道了事情的严重 三千梯度的灵魂燃烧起来 他仰天就这么一拳 灵魂燃烧九天神掌 这明虹随之来的这么一拳 然后灵魂力量 甘愿让灵魂大损 施展出来的拳法 掌法 带着无可阻挡的力量 是破空而来 轰的一下 打在了雷劫上 呼的一下 这天劫内啊 蕴含的庞大力量 被这两大绝烧给击中了 缓缓消散 化为无形 成功了 看到这漫天的雷云 被彻底给打散了 这明虹和明星同时松了一口气 感到了浓浓的疲惫 虽然刚才 燃烧灵魂的时间很短了 并不影响总体之力 但也伤了他们的灵魂根本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补充的话 即便回到灵界 今生啊 也别想再次提升实力了 可恶 真是太可恶了 这个聂云害的我 然后灵魂 实在是罪无可恕 明虹脸色正宁 不错呀 明虹 咱们要不要现在杀到福田大陆 将他杀死 明星在旁边说了 之前的举动 你又不是没看到 这个聂云 已经凑齐了福田之心 彻底掌控了福田大陆 咱们也追过去 非但不是对手 还会被轻松的击杀 还是等待时机吧 想了一下 这明虹说了 虽然心中啊 非常想杀这个聂云 可他也知道 去了福田大陆 等于送死去了 别说他们 就算灵魂力达到五千的超级强者 也不可能对抗整个大陆 那我们 将这口气就忍了 明星眼中满是不敢 当然不能忍了 只是现在不是时机罢了 等咱们得到北斗幸福 利用其中的先天灵气 恢复体力 再杀他一如反掌 这明虹恶狠狠的说 哎 也只有这样了 嗯 你看 是灵兽祥云 这明星正咬牙切齿呢 心中不甘呢 突然眼睛看到了什么 他一下子亮了起来 被一股浓烈的兴奋给代替了 灵兽祥云呢 果然是 哈哈哈哈 好运气 有了这个东西 就算刚才天洁受到了损伤 也能一瞬间补充完毕了 抬头向上这么一看 这明虹的眼睛 立刻就亮了 出现在二人眼前的 是一片特殊的祥云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灵兽模样 修炼者突破丹田血窍镜 运气好的会出现呢 七彩祥云 突破秘境啊 第九重的运气 好了的话 会出现九彩祥云 而突破更深境界 就会出现呢 这种灵兽祥云 这种灵兽祥云 蕴含大量的灵气 能够完美补充 肚结产生的虚弱 是上天留给修炼者的一线生机 这种情况 在灵界并不常发生 二人怎么都没想到 因祸得福 会出现这个东西 这个祥云 咱们两人平分 不但能彻底恢复灵魂 还能将力量再推进一步 看着逐渐成型的祥云呢 这明虹是放声大笑 不错 能让咱们的实力彻底恢复 还有所精进 这样说来 我们还要感谢这个聂云了 明心就消了起来 这灵兽祥云呢 这个东西 如果吸收好了 不但能补充刚才的损耗 还能啊 让这灵魂也得到补充 那是大补的宝贝 不用谢 祥云呢 我就先拿走了 二人的笑声还没结束呢 突然就感到之前呢 已经消失的聂云的气息 再次就出现了 同时伴随一声清歌 漫天的灵兽祥云 瞬间从原地消失了 再也寻找不见了 无论是雷杰还是祥云呢 都对杜邪的人的气息啊 有着天生的敏感 刚才聂云的灵魂气息改变 这祥云呢 和无主之物一样 现在突然出现了 相当于再次认个主人 被他直接给吸收了 没留下任何痕迹 可恶 见到眼前的场景啊 听到这话 二人再也忍不住了 同时掀血黄喷呢 这太太娘的伤人了 可恶 忒可恶了 二人此时对聂云的恨意 已经是清净天地之水 都难以吸清了 也不理会啊 这脸色难看的 明红明星二人 此时的聂云呢 正在虚空乱流之中 一手捏着天妖圣皇的脖子 一手抓着灵兽祥云 思考如何将后者给吞噬呢 这刚才情急之下 施展礼带桃江之术 没想到如此就成功了 这样以来呀 不但等于成功度过了雷劫 抓住了天妖圣皇 还白得了灵兽祥云 只要吞噬了 完全可以力量再次竞技 爸爸 把祥云给我吃了吧 就在这捏云考虑啊 如何将这灵兽祥云 给吞噬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耳朵里 响起了一个声音 眼睛一亮 小龙 你醒吧 呼的一下 眼前空间呢 一阵波动 这五爪金龙出现在面前 此时的小龙啊 比之前呢 大了整整一圈啊 全身的金色龙鳞 更加耀眼 显示出啊 不凡之色 小龙是上次和云轩呢 幽冥皇族血脉 对轰陷入昏迷 到现在 他才醒过来 嗯 小龙睡了一个好舒服的觉呢 早就想醒了 一想到没什么好吃的 我就继续睡了 刚才呀 我闻到了 灵兽祥云的味道 嘿嘿 我就把眼睛睁开了 你看 小龙乖不乖 这小龙还 连带着伸了个懒腰 啊 怪 听到他的话 聂云一阵子无语 不愧是十足的吃货呀 还以为你陷入了昏迷呢 原来 你在那睡觉呢 你白害我担心 这么长时间 对于小龙 聂云并不吝啬 手掌腻抖 灵兽祥云就扔了过去 小龙啊 那是张开嘴 就给吞了下去 舌头还舔了舔牙齿 一副啊 意犹未尽的模样 啊 好吃 还有没 扎了扎嘴巴 这小龙眼睛睁开了 这滚圆的大眼睛 一脸渴望 哎 这个 没了 对了 我有不少金髓灵液 可以给你吃 聂云想起啊 拥有一海盈的金髓灵液呢 所以他说了 金髓灵液 那是我的 被他抓在啊 另外一只手上的天腰圣黄 是面皮抽动 浑身一阵阵净乱 藏宝库的宝贝 是他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得来的 现在白白便宜了这个家伙 就连他自己 都没舍得用啊 好哎 我要吃好吃的 这小龙可不知道啊 这金髓灵液他到底是什么 不过听到有吃的 兴奋的 这头颅是乱点 小鸡捉迷一样 那先进紫华洞府吧 这聂云笑了笑 带着天腰圣黄和小龙啊 就进入了洞府 这洞府里面啊 千焕和劳酒鬼啊 同时坐在宽敞的练舞场上 这俩人呢 眉头紧皱 满脸担忧 这都十多天了 宗主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样了 可别出问题才好啊 十天之前 聂云的灵魂突然消失了 这老酒鬼都联系不上了 让这二人都陷入了恐慌境地啊 放心吧 应该没事 聂云是紫华洞府的主人 如果有事的话 洞府肯定会恢复原状 而不是现在缩小状态 千焕说了 洞府之类的法宝 没有主人意念控制的时候啊 会恢复原状 此时的紫华洞府啊 依旧是 故意缩在聂云的体内 说明呢 他并未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愿如此吧 天腰圣黄可太强了 咱们偷他藏宝库被发现 怎么可能饶得了 就怕宗主啊 到时候被抓了 当日在藏宝库 这二人被聂云呢 收进了紫华洞府 就再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想要灵魂沟通聂云呢 却没有丝毫的回应 一连过去这么多天了 换作谁呀 都会感到恐慌的 而且也得害怕呀 天腰圣黄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啊 难道比聂云还厉害 千冠 疑惑的问道 说实在的 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多厉害 但是天腰圣黄 那是武道师时期 就活下来的老怪物 手段数不胜数 武道师都无法将其抓住 足见可怕呀 而且 我在先祖手闸中 还看到过 天腰圣黄还能通过祭祀 沟通 幽冥界 万一要得到一些先天灵宝 灵界福禄 要困住宗主 应该不是难事 老酒鬼揉了揉眉头 越说呀 这脸色越沉重 这么说来 聂云岂不是凶多吉少 这千唤心里咯噔一下 是啊 我现在只希望宗主能够顺利逃脱 别出什么意外呀 这老酒鬼呀 担忧的说道 你们对我也太没有信心了吧 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到一个笑声响起来 随即眼前的空间牛举 两个人影连同小龙啊 突兀就出现了 人影啊 似乎听到了二者的对话 一脸苦笑 宗主 聂云 看清楚说话的人了 二人眼中全部闪出兴奋之意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嗯 他是 啊 天妖圣皇 千欢正想说什么呢 突然看清楚聂云手中 小筋一样的俘虏 吓得差点挑起来 不错 是天妖圣皇 给我从灵界使者手中 给接过来啊 聂云笑了 天妖圣皇 啊 戒 老酒鬼千换 这两个人 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了 哎 事情是 是这么这么这么的 见他们呢 也听不懂 聂云呢 便把和他们从藏宝库离开的事情是详细给说了一遍 不过呀 并未将谭台灵月所给的东西说出来 这个东西啊 是灵月给他留下的念想 不想让别人知道 当千欢二人听说天妖圣皇祭祀引动灵界强者夺舍聂云的时候 脸色同时都变了 听到风回路转 不但扛过了灵界大人物的夺舍 甚至还坑了对方一把 顺便将天妖圣皇给抓了过来 全都眉毛乱笑 目瞪口呆 让灵界的人都吃了大灰了 恐怕也只能他干得出来 要换做其他人 恐怕早就被夺舍了 你动的可真够大的 这次恐怕和这两位特使不死不休了 千欢感慨一句 咱们和妖族一向不死不休 总辱做得好 杀杀他们的威风 不然还不知他们想干什么 老酒鬼兴奋的说道 对于二人的话语 聂云笑了笑 手腕这么一头 就把天妖圣皇扔在了地下 他冷哼一声 我有几件事要问你 好好给我回答 我可以饶你一命 不然我会将整个妖族覆灭 说到做到 绝不食言 此时的天妖圣皇啊 被他用庞大的极点的力量 灵魂力量给封住了气海 连灵魂都受到了压制 和普通人一样 抵抗不了 听到他的话 秀眉一簇 他笑起来了 我堂堂圣皇 竟然落到你这样的小人物手上 要杀就杀 别废话 能被我抓住 说明我是你的客行 说吧 你游民皇族血脉 到底从什么地方来谈 见他态度坚硬 聂云笑了一声 这声音之中啊 带着蛊惑之意 三千梯度的灵魂呢 再配合蛊惑师 仙音师天妇 对其狠狠压迫 仙音师天妇啊 和蛊惑师天妇 有相同之一 尽管聂云呢 并未将两种天妇融合 同时施展出来 那对灵魂的攻击力 是依旧很大 仙音师 蛊惑师 别浪费心机了 对我没用 我本身拥有 魅音师天赋 对灵魂攻击 有天然的抵抗作用 你现在的灵魂 不过是我的三倍 想要彻底 将我蛊惑了 哼 没门 天妖圣皇 并未受到蛊惑 相反啊 眉头皱起来了 他冷笑连连呢 云玄 既然是天妖圣皇的分身 那么他有 魅音师天赋 本体应该也会有 拥有相对应的天赋 想要将其给蛊惑了 几乎不可能 就好像现在的聂云呢 哪怕有一个灵魂提堵 一半的强者 想要蛊惑他 也完成不了 想要彻底蛊惑 灵魂至少要强大 五倍以上 这才有可能 蛊惑不了 我就杀了你就是 见他态度坚硬啊 这聂云呢 也懒得废话 手掌这么一推 江河断流 天妖圣皇啊 被这一掌给击中 杀包一般 重重的摔在地上 这线细啊 狂喷呢 你想啊 这灵魂梯度 已经达到三千了 再加上 涅槃成功 聂云的战斗力 远远超过了 天妖圣皇 宗主啊 他现在还不能杀 就在聂云打算 一掌把天妖圣皇 给击杀的时候 突然耳边响起了 老酒鬼的串音 一来 天妖圣皇在妖人一族 拥有着绝大的威信 如果现在把他杀了 势必会引起妖人的反弹 现在咱们正打算 进入北斗兴府 这个时候 要是引发人妖两族战争 麻烦不小 还不如留着当底牌呀 让对方投鼠忌器 二来 这个圣皇有不少秘密 例如 他既然是碎神镜 说明身体已经破碎了 为什么这个肉身 还和以前一模一样 还拥有着相同的天赋 云轩 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酒鬼说了 那好吧 聂云点了点头 其实啊 他想问天妖圣皇的事情 就是这个 碎神镜 身躯都破碎了 为什么 他还有魅音师天赋 为什么这个身躯 和藏宝库 碎裂的那个身躯 是一模一样的 云轩 又是怎么回事 他的分身 为什么实力比他差的这么多 还能主动修炼 这些都是问题 如果能讲这些问题 给弄清楚 或许啊 能对秘境第九重的突破方法 了解的更深 也或许啊 能够找到正确的突破方法 而不是破而厚利 不过这个女人 她一直坚定 想要给他逼着说出来 恐怕没这么容易 而且呀 他可是灵级大圆满 说明灵魂已经达到了 灵级的极限 不管什么梯度吧 再想像以前对付云轩一样 将灵魂压制的掉了几样 几乎不可能 算了 先回去准备一下 想办法进入北斗兴府 这才是大事 思考了一会儿啊 也没有好办法 聂云呢 转过头来 说了 啊是 老酒鬼这个时候 也点了点头 据说北斗兴府里面 拥有着先天灵气 和突破秘境第九重的方法 这是关键 现在自己的蛊惑师天赋啊 还无法将天妖圣皇 给蛊惑了 但只要成功突破 达到秘境第九重 无论灵魂还是战斗力 肯定还会暴增 到时候啊 再让对方屈服 就会非常简单了 紧固 聂云手指这么一点 就把天妖圣皇 紧固在原地 他再也无法动弹了 和千唤老酒鬼 小龙啊 向着福田大陆飞去 福田大陆 和以前是一样啊 兴起的修炼之风 并没有因为聂云等人的离开 而减退 反而啊 有着越来越火热的趋势 一进入天外天呢 就看到所有人 修炼的是如火如荼 随处都可以看到 顿悟 苦修的弟子 宗主 你出关了 几个人刚回到林霄顶 就看到东西南北四大长老 全部一脸兴奋的走了过来 此时的四大长老啊 在老酒鬼的指导 资源无限供给之下 全部达到了 丹田血桥镜巅峰 一个个气如宁月 从内到外 都透露出一股强者的威严 看你们这么高兴 怎么回事啊 聂云笑着问道 北长老的弟子聂小凤 也就是宗主的姐姐 与弥神宗丹王管修 在炼丹大殿大战三天散夜 成功炼制出第一品弹药 大获全胜啊 从今天开始 咱们华云宗 拥有两位胆地级别的高手了 东长老捋着胡须他说了 姐姐与丹王管修 大战三天散夜 听到这个消息 聂云呢 并不是惊讶 而是露出了古怪之色 前世和丹王管修 在炼丹大殿大战三天散夜的 那可不是姐姐 是他自己 让他一败涂地 是奉恨欲死 本以为啊 拥有了这种成就 不会再为难管修了 没想到这家伙 还真够倒霉了 竟然今生 又被姐姐给打败了 嗯 丹药 如果炼制出合适的丹药 逼问天妖圣王 说出秘密 应该不难啊 突然这聂云呢 脑子里头灵光一闪 眼睛可亮了 这丹药啊 他拥有双面性 能让人修为增加 灵魂增加 当然 也能让人意志昏迷 讲人给蛊惑了 现在无法蛊惑天妖圣王 就是因为他意志坚定 不受干扰 要是能炼制 一种让他灵魂抵抗力 瓦解的丹药 然后再蛊惑的话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到那个时候 不信他 不说出诸多秘密 重生以来 伴随天赋越来越多 遇到任何事情 聂云都希望啊 用特殊天赋来解决 丹药的功效 反倒是得忘了 此时想起来了 兴奋的忍不住 是哈哈大叫 北长老 我要借你的炼丹大殿 和炼丹炉一用 应该没有问题吧 宗主啊 要用炼丹大殿 炼丹炉 当然 没有问题呀 这是宗主需要丹药吗 你说一声 我帮你炼制 便好了 北长老一愣 聂云来到福田大路 并未展示过炼丹天赋 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也会炼丹 而且还是个 比北长老 还要强大的炼丹高手 不用 借用你的炼丹炉就好了 聂云也不解释 白手笑道 请宗主跟我来 看到他坚持 北长老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他只好点头答应了 当先向着炼丹大殿 就飞了过去 所谓的炼丹大殿 其实就在灵霄顶内 不过呀 这是开辟出了一个特殊的地方 更适合炼丹罢了 老酒鬼千换等人 也不知道 这聂云要搞什么鬼 全部跟在后面 就走了进去 一个个一脸的疑惑 一进入炼丹大殿 就看到一个老者 一脸失落的坐在地上 是失魂落魄 口里不停的喃喃自语 似乎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呀 他有些不敢相信现实 丹蒙管修 看到这个人 聂云立刻就认出来了 正是前世和自己呀 比斗失败的迷神宗的炼丹高手 丹王管修 而此时大殿中间呢 一个灼然的身影 傲然而立 笑声声一息子疑 正站在管修面前 劝慰着 管修前辈 不要这样 我能炼制出地品丹药 并不代表比你高密 只是你缺乏这种运气罢了 看到这个身影 听到这个声音 聂云立刻就认出来了 不是别人 正是善良单纯的姐姐 聂小凤 姐姐 一脸兴奋 两步就走了上来 聂云 聂小凤 眼圈一下就轰了 这姐弟二人 大半年没见了 虽然双方都知道 对方过得不错 陡然见到 这份亲情啊 还是控制不住的 姐姐 我用一下这个丹炉 灵霄顶炼丹大殿中间的炼丹炉 正是北长老 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给弄来的 这次比试 为了让徒弟获胜 他不惜拿出来 给聂小凤使用 你用丹炉 你也要炼丹吗 聂小凤笑了 他炼丹的基础啊 就是聂云教的 虽然不知道弟弟 到底有多么高深的炼丹术 丹从啊 教授的基础 和赤手炼丹 就能看出级别不低 所以对他的要求 并无意外 嗯 聂云也点了点头 两步他来到了丹炉跟前 伸手触摸了一下 前生熟悉无比的丹炉 心情啊 那是激动不已 前世啊 他就是靠着这个丹炉 明镇天下 确定了在华云宗的地位 可是今生啊 成为华云宗长教了 却是第一次见到 炼丹 宗主也会炼丹嘛 听到二人的对话 北长老这老脸上 疑惑 知意更深了 他忍不住 对走过来的聂小凤问了 嗯 我弟弟会炼丹 而且炼丹术 极其高明 聂小凤点了点头 哦 高明 你说宗主 其他厉害 我倒是承认 但论起炼丹 我还是有点自信的 哈哈哈哈 整个福田大陆 我如果敢成第二 没人敢成第一 如果宗主 真要喜欢 我可以将毕生研究的 炼丹奥义 全部传授给他 北长老吕的胡须 他笑起来了 这话 可不是他自答 而是单地诸葛青云 是整个福田大陆都承认的 没人能在炼丹术上 把他给抄了 如果师父 肯讲秘诀传授 我想弟弟 也会非常高兴吧 这聂小凤笑起来了 虽然不知道 弟弟的炼丹术 具体如何 但是聂小凤认为 应该比不上师父 诸葛青云 毕竟师父研究了 一辈子炼丹术 而弟弟一直修炼 很少炼丹 这炼丹和修炼是相同的 不经常锻炼 没有大量药材堆积 即便天赋再好 也不可能成就大事 熟能生巧是良训 一份辛苦 一份财 能让宗主跟我学习炼丹 才是我最光荣的事 好了 快看看吧 宗主将药材都取出来了 不知他要炼制什么级别的丹药 中品 上品 如果没有专门的炼丹师 传授的话 即便天赋不弱 单凭自己摸索 炼制上品丹药 已经算是极限了 诸葛青云笑着说道 这灵级丹药啊 分为下中上 绝品 圣品 地品 天品 道品 八个级别 炼丹呢 是一门极其深厚的学问 没有明示指点 单凭笔记摸索 能炼出啊 灵级上品丹药 那就是极限 你再高 已然 那是不可能 也正因为如此啊 福天大陆 精于炼丹的高手 是非常少的 每一个都会被大宗门 给拉拢 成为呀 最尊重的贵宾 上品丹药 不对呀 我看宗主取出的药材 十万年 无国花了 十万年九根草 十万年玲珑果 竟然都是十万年份的药材 上品丹药 根本不需要这么贵重的药材 老酒鬼突然查话了 此时聂云呢 正将炼制丹药的药材 一样一样给拿出来 虽然这个老酒鬼 他不会炼丹呢 但是对药材 他还是认识的 知道拿出的药材 是什么年份 他叫什么名字 十万年的药材 难道宗主要炼制天品丹药 这不可能 天品丹药难以炼制 就连我 那都炼制不出来 卓格清云此时也注意到了 药材的年份 他脸色越来越凝重 他忍不住喊了出来 宗主啊 你要炼制什么丹药 还是让我动手吧 万一这些药材 有什么损伤 这可是十万年的药材 几乎啊 都是生长在 时空乱流深处 就这种药材 每一株都珍贵无比 价值连城 宗主拿出这么多来 如果只为了炼制上品 绝品丹药 实在是 忒浪费了 炼制上品绝品丹药 只要守法得当 控制好火候啊 和技巧 这千年份的药材 就行了 不需要 锤炼药性 聂云知道诸葛清云的意思 他笑了一声 摆了摆手 突然右手这么一张啊 被他取出来的数千种 十万年份的弹药 是凌空就飞了起来 咻咻 药材飞起来了 掌心瞬间呢 涌出一团金黄色的火焰 这火焰温顺的 就跟小绵羊一样 将空中的这些药材 是全部包裹在内 金黄色丹火 金燕丹火 这是丹火 丹田第三形态 诸葛清云吓了一大跳 丹火丹田 第一形态 普通暗红色的火焰 第二形态 就是红燕丹火 这第三形态啊 就是金燕丹火 北长老炼制了一辈子弹药了 他都没达到金燕丹火的状态 怎么都没想到啊 这个年纪轻轻 从未炼过弹药的宗主啊 一出手 就是如此高明的弹火 本来啊 觉得宗主最多能炼制上品丹药 现在信心增加了几分 觉得恐怕能炼制出啊 第一品丹药了 至于天品 依旧不敢想 毕竟啊 光丹火 烤没用 炼制丹药啊 对火焰的控制 和对药材药性的把握 这才是最关键的 就算是有金燕丹火 也不至于 把这么多贵重的药材 全部一起锤炼了吧 每个药材的药性不同 成熟的火焰强度也不同 这样一起大锅煮 只怕会 让所有药材的药性 都失去了 卓格青云震惊的时候 不远处响起了疑惑的声音 说话的 正是受到打击 差点就一跌不振的 丹王管修 这聂云呢 金燕丹火 威力啊 实在太大了 他都情不自禁的 从失落之中恢复过来 炼丹嘛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锤炼药性 每一种药材的药性都不相同 想讲最完整的药性 从中锤炼出来 所需要的火焰 温度 时间 没有一样是相同的 所以啊 锤炼药性的时候 最正常的做法 是一株一株药材 单独操作 也正是这个原因 炼制高级丹药的时间呢 比较长 短则一两天 长呢 则好几个月 这宗主啊 可好了 一下取出上千枚药材 而且每一个都是十万年份的 如果真正锤炼的话 一样样来 至少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而像他这样大锅菜一般 把所有药材全部混在一起 同时锤炼 对任何一个炼丹者来说 那都是大忌 只要懂得炼丹的 都明白这么做 只会让药性失去 没有任何效果 是啊 或许宗主这样做 有自己的想法 管修 他都明白这番道理 诸葛青云 聂小凤自然也知道 一个个眉头皱起来了 不知道聂云到底怎么回事 精神分散 控制火焰 不知道众人心中的震惊和想法 这聂云三千梯度的 强大精神 是高度几种 虽然说这段时间 没怎么炼丹吧 但是当火丹田 在当初主丹田晋级之后 就随之晋级了 已经达到了第三形态 第三形态的 金燕丹果 更容易控制 更容易感受 再配合独有强大的灵魂 聂云呢 这才敢 把所有的药材 同时给锤炼 并不担心 药性流失 时间缓缓流失 转眼呢 半天就过去了 聂云突然眼睛一蹬 进入丹楼 搜 被他锤炼半天的幼崽 化走一团团特殊的灵气 搜 就钻进了面前的丹炉 让轰隆一声响 诸多灵气呀 同时进入丹炉了 那巨大的丹炉 瞬间就沸腾起来 发出了剧烈的轰鸣声 什么 这是要暴炉啊 要暴炉了 丹王管修啊 是一声惊呼 脸色都变了